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学了一个 叫做匿名函数 对不对 咱说匿名函数 有一个功能 就是这么为实现必包的 对吧 那这课咱们就开始学习一个 5.3以后的一个新的特性 什么 必包函数 对吧 那妹子 你现在肯定想知道 什么呢 必包函数 怎么实现 最主要的是必包函数 什么时候用 用它干嘛 是不是这些特定 对吧 那咱们都在这些课 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呢 咱先看一下 必包函数的一些 简单的一个概念 对吧 首先必包的实现 主要是靠匿名函数 那匿名函数 那匿名函数 咱们在上一节课 已经向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啊 相信大家也知道什么叫匿名函数 虽然用途不大 但是呢 可以在笔包里边体现出来 那看下这句话的定义 将匿名函数 在普通函数中 当作参数传数 也可以被返回 这就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笔包 这个概念一听 是不是很模糊 没关系 后边咱们有例子来实现这句话 你再回过来看 就容易多了 对不对 那最主要的 这有个通俗的说 你看啊 紫函数可以使用 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这种行为就叫做笔包 对吧 那这句话好理解 那什么是紫函数 什么又叫做负函数 对不对 在pp 比如说 咱说笔包是5.3的新特性 对不对 在传统的pp技术里边 也有一种技术 叫做内部函数 但是那个实现不了笔包的过程 那你就先聊天内部函数 用途不大 这一般人不用它 什么叫内部函数呢 比如说 我随便声明一个函数 叫做万 看到了吗 在函数内部 我还可以声明函数 兔 还可以声明函数 子律 声明几个都行 那内部函数的作用是干嘛的 就是 一个函数 当有的时候 通常写的很大 听懂吧 还有的时候呢 还怎么的呢 还不想 在这些函数 在外边写 因为在外边写 是不是就有可能被调到的可能吗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比如说我把兔写在上面 对 假如写在这的话 这个孩子就为万函数给提供一个子功能的 听懂吧 那如果我在这里边等到 我在外边上面的话 不光万函数能用到 是不是其他函数也能用到它呀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类似于封装的概念 就把这个方法封装到这里了 说明这两个功能 是万的一个小模块的子功能 也就是万的功能有可能很大 还不想猜择几个零碎的 放在一起 在一个函数 做成模块化开发的时候 采用这个方法用不多 听懂吧 但是平时呢 用不不大 因为呢 咱们现在PRP 通常都采用 要想极构化好的话 通常采用内向对象的思想 里边有封装几场波态 比这个要好得多 所以这个呢 很少有什么用物之地 对吧 但是了解一下 用这个当中理解什么 什么叫做 什么内层 内层函数 什么叫做外层函数 对不对 这叫做在里边就内层函数 外边就叫做外层函数 OK 但是这个不是PRP5.3之后的新特性 PRP从诞生 总之在PRP4 PRP5 都有的这种 OK 那这两个函数 我现在随便这里边写一些 比如说写一行一 一行二 然后这块我写一行二 这俩都叫聪明了 对不对 我这个写三 这块我叫做随 贴插一随 然后这块写上 通常一样的是二 对吧 然后这里边我输出 一行一 看到了 那现在妹子 我看一个问题 我在这块 调用 贴插一随 能不能调到 嗯 妹子说的很对 不能调到 为什么呢 说函数都有特点 外层函数都没调用 里边就根本没执行 对不对 那里边没执行 那么里边的函数 声明有不效的 所以这块呢 它是找不到这个函数 我们如果运行的话 会给我们一个提示 告诉我们 没有声明 3这个函数 看一下 是不是调用的这个函数 3没有定义 对吧 这是一个特点 那我都说了 那我调用完1之后 我能不能调用3 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因为你调用1的话 是比是执行了 这函数是相当声明了 就在什么 那层里边有一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是不可以调到 但是如果你这么使用 是有一个弊端的 我为了调用到3 我是不是就得调一下1 而调用1的话 我明明就想用3的功能 但是1的功能是执行了一点 对 这上1是被输出了 有的时候你就不觉得 不知道干嘛了 对不对 如果想在外边使用 内部函数的这个函数的功能 那你干嘛不把这个 怎么办 如果这个被别的函数 多次用到的话 你干嘛不把这函数写到外边的 那这样它1里边能用 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了 对吧 所以写到里边的目的就是 让里边的结构法更清楚 模块分的更清楚 行了吧 读代码更可读性 什么可维欧性更好一些 是这个才在里边写的 所以在里边写的目的 咱们通常咱们 就是为了在里边去调用 比如说调用2 调用3 这样去调用 所以在调用1的同时 这里边几个话 比如说把1的功能很复杂 分成了几个小的字毛块 这个时候需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功能运行 这1,2,3就可以输出了 对吧 那咱们现在这句话 概念给了一个什么呢 说紫函数可以使用 复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这种行为的比方 对不对 现在咱们用内部函数 也有什么 也有什么概念 也有什么紫函数和 复函数的概念 对不对 我现在这块 生命一个变量 A等于100 对吧 我现在想要这个2里边 调到这个 变量 当了回 能不能调到呢 我看一下 是不可以的 就按咱们前面说的局部变量和全体变量的概念也不行了 对不对 还说只能是防止内部的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这个变量还没有注意 对吧 那我都说了 那你就global行不行了 global 到了背景 对吧 是不是找全局的 说的是找全局的 不一定找到上一层的 对不对 那我同样 在这写个500 对吧 在这写500 看他找的是这个100还是这个500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找的是500 应该找的是全局 看到了 对吧 所以这种形式你能管它叫做臂包吗 你按通俗的说的 子函数可以使用负函数中逐变量 这种形式叫臂包 对吧 现在我实现了在子函数中能讨论 物理函数的吗 不能 所以这种情况不行 对吧 对 那这个咱们只让大家了解一下内部函数而已 对不对 跟咱们臂包还没多大关系 听懂吧 我们来看一下臂包又是什么概念 这个我们接着了解 大家保存一下内部函数 比如说 B点P 点P 保存一下 那么来看一下臂包的概念 刚才这凸准讲 子函数能绑到 函数的球边上那种行为 对不对 那如果能绑到这B包实现的 但是B包有几个特点 什么的 作为一个函数变量的 这些现在 我给大家说解释也没用 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B包呢 对不对 所以概念它先放一放 OK 咱们来实际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在函数里定义一个逆明函数 然后并且调用它 咱们随便试一下 看一下 我随便 Faction 来一个Demo 看到了吗 刚才前面在函数里边声明的是 内部函数 对不对 那我也是一个内部函数 但是我把它做成逆明的 看好 比如说做一个变量叫做 换等于名字可以随便写 对不对 Faction 对 这是为了记住了上次的匿名函数 对不对 对 一定别忘这有个问号 对吧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边可不可以有参数 像一个字幕串 然后这里边输出一个字幕串 对吧 然后我怎么调这个函数呢 是不是变量名加括号 里边可以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边打印这是哈喽 Word 对吧 那这样它是不是调到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有个哈喽Word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外边现在能调到这个万吗 里边写着哈喽Word 可以吗 但是变哈喽Word这里边就写变上1 我们首先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肯定是有问题 根本就没有定义这是变量外 对不对 如果还是名的话也必须得是一个中创 是不是 这些都没有 所以外边不能调用 对吧 但是咱们B包的概念是为了实现外边可以调用 对吧 那是它后边要实现的 对吧 现在展示还不行 那不行的话 我现在调一下DEMO 里边是不是执行了 能不能实现这个函数游用 好可以 妹子说可以就可以 哈喽Word 哈喽Word 对吧 这只是一个例子 在一个函数里边使用逆面函数 在函数里边使用逆面函数就是一般吗 不是 对吧 那咱再往下来 再看第二个 呃 什么呢 连接B包和外部变量的关键字U UiC 对吧 对 这个关键字是不区分的 我写的 平平除了变量和长量是可以做到区分的话 这些是不区分的 B包可以保存所有代码的上下文的一些变量和值 那平平莫问情况下 逆面函数不能使用什么在代码块上下文的变量 需要使用这个关键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现在我是不是在一个函数里放了一个逆面函数 咱说这个先不能太久B包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块有两个变量 $A等于10 $B等于20 是不是两个变量 现在我想在这里边 除了输出这个之外 你看 我能不能输出$A的变量 我能不能输出$B的变量 对 看一下 我们一刷新的话 是不是就报错了 A和B根本就没输出来 对不对 告诉我们没有定义A变量和B变量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关键字 对吧 就可以做到 怎么做呢 只要我在匿名函数后边用个控格 加个use 看到了吧 然后后边加个括号 里边写上A也好 写上B也好 比如说我就写个A 就写个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什么结果呢 石油了 是不是 说明我们在这个函数里边 用没用到外层的变量 这就是使用A 是在这加的 就能要内部函数 是不是使用到外部函数的变量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B 那说明这两个变量是不是在那边还是都可以使用了 这个应该看结果 10和20是不是都有执行了 对吧 那这个叫不叫B包呢 如果按照前面的这个定义 紫函数可以使用废数中的举佑变量 这种行为叫B包 对不对 那这个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一个B包了 对吧 但是呢 概念怎么呢 太不太完全 对吧 那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这一节课呢 就展示先介绍到这 那有关B包的话题呢 咱们下节课将它讨论完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